美国政府官员说监视项目仅仅监控原数据 也就是电话通话和电子邮件发送的规律 而不是通讯的具体内容 有关报道说在某一特定时间送出的电邮信息的绝大部分被拦截 原数据被纯属起来 用于今后可能的分析 比尔·苏波诺是网络安全公司库斯潘的技术总监 他说原数据可以为情报机构提供宝贵的信息 原数据是一个通称 用来描述那些供解释信息用的信息 一封电邮的原数据可能是发给谁的 谁发出的 发出的日期与信息的容量 苏波诺说 存储原数据比存储这些信息的内容使用的空间要小得多 也更容易分门别类 但其使用价值是有限的 电话通话同样含有原数据 包括一些手机使用了哪个信号塔 通话何时开始 何时结束 打电话的人的位置在城市的哪一个角落等 这些信息能够帮助警方和情报机构追踪罪犯和恐怖分子 但是网络信息也能帮助那些可能在列取金融信息和个人信息的黑客 你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任意组成的密码 你的猫 狗 汽车或者其他任何这些东西的名字 你的住址 家庭成员和所有在社交媒体上曝过光的人和事都不能用来做密码 至于手机 苏波诺说永远不要用手机发送宝贵的个人信息 比如社会安全号 个人身份号码 或者是信用卡账号 我不会用手机短信交换发送安全信息 手机短信不是用来发送这类信息的安全传送途径 苏波诺说网络不是一种安全的通讯手段 他强烈建议在发送敏感信息时一定要加密 这对商业公司和一些希望确保个人信息 不被窃取盗用的机构来说尤其重要